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祭奠死人的酒 应该这么进才对 是 钟左指教的吉士 是我刚才没有注意到应有的理解 这次回归的藤原郡变化很大呀 藤原少佐 您这次是上了战场了吗 是的 有幸成为多田郡司令官的部下 亲临了华北战场一线 跟中国军队打了几场 以军功升为少佐 中国的军队不堪一击 有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的确如钟左所说的那样 不堪一击 但我们此次在华北战场 更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军队 我同意藤原少佐的话 共产党的确是顽固不化 共产党难以对付 是由于他们的团结 以及对于抗战的卓绝态度 我想 只要我们诸位精诚团结 帮助大佐顺利完成 统计划的实施 成功诱降重庆政府 那么 共产党将孤母难知 必然灭亡 来 我们喝酒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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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了 请 请 请答应 请 不吝 请 请不吝 请请不吝 请请不吝 我有些话想对钟做讲 好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多谢滚带 告辞 请慢走 滕渊君 有什么话不能当众说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 都是些私人的话语 两个人说比较好 请自教 今日的晚宴 钟左似乎不太愉快 我一向不大喜欢中国的饭菜 是这个样子 下次一定注意 你 滕渊君应该知道我的喜好吧 你是故意的 钟左 您误会了 请放宽心 我对钟左绝没有任何的意见 你不是一直认为 把你误作为奸细 完全是我的责任吗 不敢 这的确是公事公办 假如 有一天情报刺客又出现了内奸 大左让我来调查此事 或许 我也会误认为钟左是内奸 果然一直在等着机会报复 这正是钟左对我的误会之处 这正是钟左对我的误会之处 也正是我想要跟钟左沟通的地方 实不相瞒 我此番回来是受军部的指派 协助大左完成同计划 我希望我们能够摒济贤贤 祝大左顺利完成任务 的ousse 钢记俊 你觉得国民党 真的会调整枪口 对准共产党吗 我该怎么回答你呢 我觉得所有的人和事 都会经过改变 比如汪精卫 汪精卫 对 他曾经也是 反清的爱国义士 汪精卫是汪精卫 他代表不了任何人 但是我相信 戴笠领导的军统 一定会死硬坚持到底的 那如果重庆政府 真的接受了我们的右翔呢 戴笠和他的军统 又会何去何从 这次滕渊君的归来 又一次给我们 印证了一个道理 他曾经 被我们认定是内奸 可实际上他却不是 是我们当时忘下了定了 通过时间的推移 我们才得到正确的答案 这个道理就是 在正确的答案来临之前 我们最好都不要轻举妄动 老王老臣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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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h Your aura icket numberформ出来 老王 老陈 仙剑 仙剑 哎呀 老剑 工 frigging 算是彻底放下了 是啊 你看 我现在这身体已经好了 我随时可以加入战斗 老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行动 取消了 怎么就 阿姨 快坐 快坐 怎么办 就取消了 没事没事 老王 是不是因为我取消的 因为我呀 这与你无关 要你参加这次和谈 是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下 采取的最危险的办法 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日本人 已经滚出了香港 和谈的台子搭不起来了 真的 好 太好了 我和组织上已经沟通过了 我们一致认为 应该把你送到后方去 让你把身体彻底地调理好 老王 我现在这个身体啊 到哪儿都一样呢 老吉 通过这次行动 你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所以 为了你自己 更是为了组织 回到后方 把身体调理好 因为还有更多的战斗 在等着你 怎么了 老王 老王 那我这一走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们 你这还没走 就想着回来的事了 老王 老王 我 放心 你没见了 我 weather 你 我 小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拿好啊 老王 一会儿把办公室的椅子也搬上 快点 一找你干活你就默默自己 快快 安娜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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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姨 安娜 安娜 是我呀 天娘 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走 现在情况很复杂 日本军部派人去搞定了 英国人那边 而派来的人 就是已经死了的 藤原忠司 藤原忠司 这怎么可能 而且日本军部还命令他 一定要促成 金金武夫的和谈 就连金金武夫 不需要的证明 都是他亲自带来的 那就是说 和谈还要继续 以目前的情形看 是这样的 糟了 怎么了 本来以为和谈就此结束 老王和组织上 安排金银回后方养病了 我把他安排到 公司的货船上 现在人已经上了船 不知道开了没有 我得过去看看 好 这是我们在香港的新地址 安娜 多加小心 你也要小心 你也要小心 停车 停车 小燕嘞 小燕 小燕 金银 小燕 小燕 不走了 你知道吗 和谈还没有结束 你的任务也没有结束 我们回去说 好 走 小燕 小燕 不过 我们的资金银 我们的资金银 有什么资金银 都没有资金银 他们的资金银 也网友 在资金银 有资金银 和谈资金银 跟谈资金银 和谈资金银 大佐 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 曾萍的住处 何不直接登门拜访 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们有可能被英国人 再次盯上 腾元 说说你的看法 洋行被撤 对双方冲击都很大 重庆方面同样需要时间 去判断这个事件 我们只需要 向对方传递一个信息 我们并没有离开 仍然还留在香港 腾元 你的意思是 就这么等着 你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已经经不起 任何时间的损耗了 如果过于强势和主动 反而会使对方多虑 大佐 只需要向对方表达 您有足够的能力 去应对时局的变化 对方自然明白 何谈 并没有受到影响 对方 对方马然 而是 我自己必须 你仍然说 对方 有个事 你去 你去 此前 mystery 你去 还是 当生 你去 你去 有什么 是 英国人帮我们重新写牌 天亮那边已经知道了 伟人状的线索 不过更重要的是 阿娜 你还要再去接触曾平 取得她的信任 让她意识到没有你不行 谢谢小姐 好 吴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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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回来了 怎么了 是这样的 这是下午要出库的货单 需要您签个字 好 还有 就是上次您收的那笔违款 财务部已经收到了 他会去找您 亲自向您汇报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嗯 请留步 请问 是吴安娜吴小姐吗 对 是我 在下藤原 藤原中寺 想请吴小姐 给曾先生带个话 您请说 一切安好 再行联络 知道了 告辞 吴小姐 先生今天回来 他想见你 好 好 先生 您回来了 哎 是 我来拿上去吧 说说吧 我和穆孙平泰 是在宗驴戏餐厅 被英国人抓住的 说是查到了 穆孙平泰的间谍身份 怎么查到的 说是伪造通行证 进出管辖区 之前你说牧村平泰 在别墅周围出现 我有没有让你查查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我一直以为 他是跟踪我 才找到这儿来的 那你就该多动动脑子 想想为什么 宗先生 先生 吴小姐到了 让他等着 是 他就算是跟踪 他也得有本事 躲过英国人的少抢 是我疏忽了 可是 吴安娜那天 要是把穆孙平泰也给保释出来 不让他和英国人接触那么久 那东非洋行就不会被暴露 日本人也不会被驱逐出境了 你以为英国人能从牧村平泰嘴里 问出些什么吗 如果英国人 要是能从日本人嘴里 问出什么线索 那欧洲的仗 他早打赢了 我还是不明白 东非洋行被撤 那只能怪日本人办事疏漏 是因为伪造通行证露出了马脚 才让英国人有所发现 要说吴安娜保你 那可真是一招险棋啊 先生师叔 英国人怀疑我跟牧村平泰的关系 如果当时吴安娜要是动手保了牧村平泰 英国人就是再蠢也会顺着你们查到这里来 然后动点心思查一查翻一翻 先这里在公司再到重庆 这一层接一层的 你现在才明白 这后果有多严重了吗 那现在 日本人已经被驱逐出境了 这个金警武夫不是一直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现在我倒要看看 他用什么方法再回到香港 叫吴安娜进来 是 先生让你上去 好 先生让你上去 好 先生 我自然不敢怠慢 同时我给先生带来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是吗 来 坐下说 好 说吧 金锦武副在香港 他给先生带了句话 他说什么 一切安好 暂行联络 他说什么 吴小姐 想必那个叫牧村平泰的事情 你已经知道了吧 这年头 间谍都快比正常人多了 更何况东非洋行 这么个日本机构 出几个商业间谍 也是合情合理的 好 我是不想让公司和先生 受太多牵连 徐小姐只是吃了顿 不该吃的饭 听了不该听的话 不应该受这么多罪 突然间 我又不想让吴小姐走了 如此精明能干的人 从我身边走了 我想我会后悔的 你还不想让我 忿许我做什么 你最后十五个月 你最后十五个月 怎么快回来 你最后十五个月 我心意不凭 你怎么开始 你去那我们 正如先生说的 商界新兴啊 去留前程 吴小姐自己做主 我尊重你的决定 请容我再考虑一下 好啊 就在这里考虑 明天咱就做决定 沈翔 先生 给吴小姐安排房间 是 那我先去了 好 我要是动手杀了吴安娜 你高兴吗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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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 让你一个人去应付日本人 你有把握吗 不知道 是不知道还是不行 不知道行不行 上来睡觉吧 温暖 dip女人 好 我冚家 这个 那就 ���sam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小姐 曾先生请您去一趟 这边 先生 吴小姐来了 坐 谢谢 请先生吩咐 吴小姐关于去留的问题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之前先生安排我回上海 可现在又想让我留下来 我实在是不知道先生的用意 吴小姐是个聪明的女人 不会不知道的 那恕我都胆问一句 先生想让我留下来 是因为先生觉得我还有用 很坦率 这也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 我猜之前先生安排我回上海 恐怕是因为徐小姐罢 徐小姐自认为跟日本人临路上了 往后的生意就可以不需要我了 徐小姐太低估做生意这件事了 如果生意都那么好做的话 那大家不都发财了吗 吴小姐能做到今天的这一步 完全靠的是你个人的能力 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 之前我有点考虑欠缺啊 还请吴小姐不要介意 先生您千万别这么说 自从跟随了先生 我可是获得了太多的实惠 这几个月的收入 远远超过了之前在上海好几年的 这一切都是拜先生所赐 好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他一定不是个坏人 先生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好 老王 好 怎么样 曾平主动提出让我留在香港 可是这个人太多变了 我不确定还能坚持多久 那伟人状呢 就在曾平的书房里 我看到了印着国防部 答应的档案带 可是如果要动手 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 你应该是不少人 不仁状 你两个人 是不仁状 最后一天 不是 有了 并不仁状 你会把握这个 人状 让你进去 小姐 并不仁状 那么不仁状 些人如何 我还敢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白蚁 有办法了 是白蚁 我来 去 吧 去 去 去 我先去 邵总 什么事情这么匆匆忙忙的 小泽的母亲病逝了 什么时候的消息 这是军部刚转的电报 小泽姑娘知道吗 小泽姑娘暂时还不知情 你是准备把这封电报 直接交给小泽姑娘 我们接到这封电报都很震惊 不敢直接给小泽姑娘 我们商量着先给大佐 毕竟小泽的母亲 是大佐的亲妹妹 可是咱们情报四刻 大佐刚刚遭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 大佐的心情十分糟糕 如果这个时候 让他知道这么沉痛的消息 未免太过于残酷 那该怎么办 这样吧 这封电报先交给我 毕竟是一封家书 我找合适的机会交给大佐 非常感谢 等等 邵总 还有什么吩咐 电报的事情 先不要让小泽姑娘知道 是 一切听邵总安排 嗯 真是一切听邵总安排 有什么事呀 家乡传来一个 不幸的消息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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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为什么会在公司有三分不同的档案 这是先生安排的 先生安排的 先生说已备不实之需 这事 你就别多问了 好吧 送我到先生那儿去一趟 没有先生的命令 您是不能随便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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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捍卫 把手心的冷汗捏碎 把猛烟生涯到起梅 等天边也饮了惊泪 可以挖在寻寻苦 且只是我又不相悲 万一初见人开出玫瑰 万一初见人开出玫瑰 不相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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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心的冷汗捏碎 把猛烟生涯到起梅 等天边也饮了惊泪 可以挖在寻寻苦 不相悲 不相悲 万一初见人开出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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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景君 有什么想对我解释的吗 藤原少佐 你带着人深夜闯进大佐的办公室 是不是也需要做出一些解释 我该为你喝采呀 违景君在中国学习到很多东西 贼喊 捉贼 是这样讲吧